星期六,旺角場上演竹總盃的首圈賽事 由冠中南區對著香港U23 兩隊在連賽的決幕展已經交過手 當時冠中南區2比0贏了 開球初段,彈家康已經有一次機會了 入到禁區,左腳一抽 我相信沒有什麼角度 沒辦法考起龐雀熙 之前香港隊的表現都受到批評 可能這場球很想拿出表現 攻勢浪接浪 高迎志放進去,敗華 扣順之後一射,又是過不了龐雀熙 出來的風位很快 是呀 這下球以為球出底線了 誰知道呢?艾華勤力 在底線撈球出來 李佳耀,一句麻煩,搞定 就在這23分鐘 替冠中南區領先1比0 這球球有點孤寒 張俊軒被艾華偷回球 拿出來 這三球也不是完全捱打的 幾下的反擊也挺有效的 好像這下這樣 不可惜,射門 略無二過而已 那就是藍智峰 你不進去,轉頭 灌中南區就把比數拉開了 又是賀家亨 在右邊傳球出來 居然之,第一次射的時候 陳潤彤想去護空門 可惜就 買了個老烏 陳海柏把球放進去禁區 艾華跳頂了 時間還可以了 不可惜就能夠發出力 又是于亚三的反擊 這次嘗試起腳就是鄧妍簽 以為上半場會2比0到尾 怎料球晶就吹罰了 12碼 認為川賴浩泰是首球的 羅曉聰射 第一次被榮昌救到 捉到路 接著他很快去補射 追回成1比2 完上半場 下半場出回來 很快就再入球了 艾華接應谷融智的妙傳 扣順之後 搞定 這球球也是他重返頂級聯賽後 第一個入球 他很開心 入球之後 他處理也是非常冷靜的 當然了 半中南區的球迷就非常開心了 又是簡家亨 這次爆在底線 就被宋雲毅淘搜射 球證只剩12碼 坐進木舟 很漂亮 搞定 不要說捉錯路了 就算捉對路也未必能夠 62分鐘 贏到4比1 艾華 一球不夠皮 扣順之後 有一點論順也好 第一時間抽球到遠處 73分鐘 贏到5比1 連劉鶴銘也打算弄一球 這次接應得非常好 這次接應得非常好 可惜沒有什麼角度 又被洪卓熙救了 這次接應得非常好 艾華起碼 坐坐木舟也不失禮 拿了球之後 瞄著遠處一射 搞定 這也是全場的比數 半中南區以6比1 正態對手 盡身8強 這次接應得更多 看固定 不可黑 兩射 最好